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6133场 饲养投数为537.5万头 母猪总投数约为58万头 母猪发情需有专业及精准的观察 来提供适当时间的配种 才能提升母猪的受胎率 分辨时专业的照护 载猪存活率才能提高 由于养猪产业人口老化 这类专业的农民已形成人才断层 因应人才断层造成农业冲击 叙事所积极整合养猪单位 成立智慧农业研究团队 开发母猪智慧化管理系统 带动及协助农民使用相关系统及设备 达到省工及提升生产效率 母猪在发情期间 因软潮中分泌动情素含量增加 导致通过阴部内动脉之血流量增加 而有万因部肿胀和温度增加之现象 透过电脑分析 母猪万因部肿胀与发情前相互比较 可鉴定出不正常发情 或未达到罚值待观察等讯息 准确率可达90% 大幅降低因人工观察失准 而造成错失配种时机 导致受胎率降低的几率 母猪分娩时需专人照护 无人照护时容易造成出生宰猪死亡 本所跨域与财团法人工业研究院合作 共同开发母猪设辅助分娩监控系统 及轻拍装置 自动侦测母猪分娩行为 预先提醒四组 有母猪即将分娩 全天后监控母猪分娩过程 观测有难产症状时 立即通知管理人员协助分娩照护 避免因母猪难产而造成损失 能以灯号显示管理 提醒饲养者母猪已分娩床位位置 母猪分娩后 常因翻身而压死出生宰猪 收集猪之影像及声纹 经电脑分析 结合轻拍装置 达到减少出生宰猪被压毙的情况发生 本所智慧农业研究团队研发的 创新母猪生育新技术 研发单位包括技术服务组及高雄种序繁殖场 这些技术已向经济部智慧财产局申请发明专利 有些也已提送农委会制审会办理审查 待审查通过后 后续将这些由发勤、分娩、保育 一连贯的技术整合 办理寄转给养猪产业 为台湾养猪产业导入智慧农业新科技 在线新力